吴尼囊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你来看到吉安乡住一宅 都市计划的回馈金缴纳比例不同 引发民怨多时 花莲县议会专案会议的召集人黄兴表示 无区别地价以及公告限职 将重划区与建成区设定为同一个地价区段 这个举动将造成村民权力损失相当的大 希望透过专案会议来为村民争取权益 共同寻求解决的方案 花莲县议会召开花莲县吉安乡住一住宅 征收土地补偿议案 专案赵建议黄兴 县议迪布斯以赖花莲县政府建设处和地震处 以及地主来进行双分别的沟通 赵建议黄兴表示 吉安乡住一住宅 因为花莲县政府地震单位将建成区与重划区 无区别的公告限职设定为同一个地价区段 以限时不符 需缴回比例也不同 地主百姓陈勤即需要调整或更正 黄兴今天特地请他们来 包括我们的回馈金的部分 包括建成区的部分 百分之二十八%的部分 是不是也能够降低 或者是在不能降低情况下 能不能增加一点它的容积率 是为鼓励 那重划区的部分 现在本来百分之三十九的部分 现在已经降到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有调降 所以调降 所以老百姓对于相关的问题的部分 如果我们县政府能够在允许的一个法律规划里面 能够做适度的调整 我相信老百姓都会很高兴 所以将来注意住宅区的部分 我们希望他赶快的去做推动 然后能够困扰我们地方 因为早期北边的部分 人口聚集比较多 那私人工商在这个区块也很繁忙 那将来我们大花莲的都市计划的部分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我们跟新城花莲市还有吉安乡 成成一个大花莲的一个都市计划来推动 除了主计划必须要经过中央之外 西部计划的部分 我们地方来先政府来做推动跟结议就可以了 我相信这样子脚步会加快 那注意住宅区的部分 包括地价过高限制的部分 我希望他这里有手 推动上也更清楚 不要把建成期跟我们的重划期的部分 地价都一样 那显然是不公平 那这个部分拉开来之后 我希望他在可以调降的部分应该调降 那将来是不是公共设施能够完成 增加桌边的一个经济效益的时候 以及将来的土地交易的情形的部分 是不是建成期的部分 公告限制公告地价可以提升一些 那因为是疫情的关系 百公百业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希望县政府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的捏 不要让老百姓负担太重的一个负担 那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慢慢的调整 那地价平委员会里面 黄金也会持续来做关系 赵金的黄金表示 错误的政策不但无法更增挽救 它会再加深让百姓无端承受 运法情理都是错误的 召开专案会要求法治单位依法裁除 避免让百姓无故承受的政府错误政策一害 损失将会更大 记得终于观世报道